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岸之后发现左耳的耳塞不见了 他甩了甩头 试图把灌进耳朵里的水甩出去 简单冲洗了一下身体 就回家了 此后几天 小陈总感觉左耳痒痒的 分泌物明显增多 每次感觉不舒服 他就会用手或者棉签去掏耳朵 暂时缓解一下痒感 此后 症状变得越来越复杂 除了痒之外 小陈的左耳开始疼痛 时不时流出浓氧黄水 听力也逐渐受到了影响 感觉耳朵像被一只手给蒙住了 这些症状严重影响了小陈的状态 他不得不去医院进行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和主诉 医生告知小陈 他得了中耳炎 这下小陈傻眼了 原来耳朵痒可不是进了水这么简单啊 本期影片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 为什么耳朵里会有痒的感觉 我们的耳朵从外到内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外耳 中耳和内耳 最外面的结构是耳阔 也就是在外形上被称为耳朵的部分 继续向内延伸的部分就是外耳道 外耳道与中耳的交界处是骨膜 中耳主要负责将声音传入内耳 由外向内分为骨室 咽骨管 骨痘和乳突几个部分 内耳位于涅骨岩部 主要有由骨麋鹿和磨麋鹿两部分组成 是听觉和味觉感受器的所在之处 无论是外耳 中耳还是内耳 都分布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 当这些部位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刺激时 神经末梢被激活 人就会产生耳朵痒的感觉 通常情况下 耳朵分泌物增多 性状改变是让我们感到耳朵痒最常见的原因 而外界温度 湿度 微生物数量 以及自身代谢速率等因素 均会对耳朵内部的分泌物产生影响 当人们感到耳朵痒时 第一反应就是揉搓耳朵或者掏耳朵 一般简单处理后便可缓解痒感 但如果耳朵经常发痒 而且越清理越痒 那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某些疾病导致的 二 临床发现 耳朵痒可能是这四种疾病所致 一 中耳炎 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中耳部分的化膿性炎症 临床上常分为急性中耳炎 慢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三类 当细菌 病毒等不结物进入耳道后 耳内皮肤和黏膜受到刺激 周围神经末梢被激活 信号随着神经纤维传递到感觉中枢 就会产生痒的感觉 同时 耳部血液和皮肤中的细胞受到刺激后 释放出阻岸 神经态等物质 引发局部血管扩张和血流加速 导致耳内黏膜细胞分泌物持续增多 这些分泌物主要由脱落的上皮组织 肾出液和死亡的白细胞等构成 这些分泌物成为微生物的培养敏 进一步对耳内表皮和黏膜造成更大的刺激 加剧了耳内的痒感 随着这种恶性循环的炎症反应持续发展 患者耳内会有黄色酸臭味液体流出 累积骨膜后造成骨膜穿孔 影响听力 还会出现耳朵疼痛 发热 耳漏等症状 由于中耳内含有咽骨管等结构 中耳炎的炎症扩散 可对鼻咽部产生弥漫性影响 中耳炎的诊断并不复杂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 可采用内服 外用等消炎抗菌治疗的方案 但毕竟耳朵上血管和神经密布 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炎症或修复骨膜损伤 就会造成头面部并发感染和听力损坏 二 外耳道湿疹 耳朵扫痒是外耳道湿疹的典型症状之一 当湿疹急性发作时 除了耳朵局部剧烈扫痒之外 还会伴有灼烧感 湿疹向内类及外耳道深处到达骨膜时 患者会出现轻度耳鸣和耳聋 湿疹发病原因很复杂 主要是个体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有的人本身就是过敏性体质 受到来自外界过敏源 精神压力等刺激时 就容易长湿疹 如果过敏源入侵耳道 就会引发外耳道湿疹 耳朵自身分泌物的成为也较为复杂 包括角蛋白、脂肪酸、唇类、角砂锡、胆固唇等 被称为丁宁 如果这些物质成为过敏源刺激耳部 外耳道湿疹就会反复出现 湿疹发作时 患者很难忍住不抓耳朵 抓帽动作又会造成皮肤受伤和感染 进一步加剧症状 甚至还会出现皮肤增生、血痂、糜烂等状况 给患者造成很大困扰 三、真菌感染 一般来说 外耳道分泌物呈若酸性 附着在耳道皮肤上 不利于真菌生长 当耳道温度、湿度发生变化时 常规分泌物、PH发生变化 耳道就有可能变成真菌生长的温床 真菌感染耳部后 通常会在耳道深处形成粉末状、颗粒状、绒毛状的堆积物或附着物 这些物质刺激耳内皮肤和黏膜 激活神经末梢 改变局部血液循环 进一步加速耳内分泌物 也就是叮咛的产生 使患者出现耳痒的感觉 若是感染持续还会引发耳闷、液体流出、耳鸣等症状 一项临床研究表明 感染耳道的真菌主要包括取霉菌 碾珠菌、橘青梅菌等 高温湿热的气候 真菌污染物进入耳道 耳部损伤和炎症 以及长期使用抗生素等 均可能引发耳部真菌感染 近年来发现外耳道真菌感染发病率有所升高 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反复感染 难以根除 四、糖尿病 糖尿病是著名的慢性病 疾病发展是渐进性的 在相对早期阶段 许多患者都会出现耳朵内不痒 耳道分泌物明显增多的症状 一项研究发现 正常人的耳道分泌物中几乎不含葡萄糖 而糖尿病患者耳道分泌物中的葡萄糖含量多在0.1微克以上 这表明身体的血糖代谢异常会导致耳部分泌线活动旺盛 耳部血管渗出率增高 产生更多分泌物 引发耳氧症状 糖尿病患者受到高糖高渗出的影响 机体免疫力下降 更容易发生细菌 真菌感染 比如中耳炎 神经性皮炎和耳部真菌感染等 这些疾病又进一步加重耳氧症状 临床发现 糖尿病越严重 患者的耳部分泌物就越多 有糖尿病家族史 肥胖、高血压的个体一旦发现耳氧 耳部分泌物增多 就要高度怀疑糖尿病的可能 三、耳朵痒 应该怎么处理 一、不随意掏耳朵 我们一般认为 有耳屎是不爱卫生的表现 但研究表明 耳道分泌物实际上是天然的保护伞 能起到保湿润滑 防菌防尘 减轻噪音冲击等保护中耳和内耳的作用 正常情况下 耳内分泌物会随着头面部活动自然排出 不易大量堆积 也不易堵塞耳道 引起异常感觉 我们无需频繁或定期去掏耳朵 过度清洁 不利于耳道健康 错误的掏耳姿势还容易造成破坏性伤害 引起感染和炎症 如果非要清理 可用年签轻轻在外 耳道转动 然后侧头向下 让耳垢自行掉落 且不可用蛮力和硬物清理耳道 还可以去医院请医生进行专业处理 二 增强免疫力 自身免疫力下降时 耳不容易遭受细菌 真菌等微生物的感染 我们在平时就要注重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保持饮食结构均衡 可以根据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进行健康饮食 合理搭配多种食物 用粗粮代替部分细粮 适量摄入动物蛋白 多吃蔬菜和水果 采用少盐少油的烹调方式 足量饮水 三餐规律 适量进行身体锻炼运动 一周可安排三次中等强度的运动 平时要避免久坐 做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做做伸展运动 增强身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积极调节心态 保持心情舒畅 避免吸烟 饮酒 暴饮暴食等不良生活习惯 从身心两方面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由于耳痒 可能是过敏源刺激所致 如果个体有过敏时 还应注意阻隔过敏源 做好防护 三 做好健康监测 根据影片前面得知 耳痒可能是某些慢性疾病的 非典型症状 特别是那些有糖尿病家族史 糖尿病风险因素 以及年龄较大的人群 要特别重视这个危险信号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健康生活习惯增强自身免疫力之外 这类个体还要定期进行体检 针对潜在风险项目 比如血糖指标等进行监测 一旦识别到异常 就要尽快就医 确诊病症 以防病情被延误 出现严重后果 此外 耳痒与糖尿病的进展密切相关 耳内痒感越强烈 说明病症愈发严重 这也是糖尿病确诊患者 监测自身病情变化的重要信号 总之经常性的耳痒不是个小问题 我们要对这个症状保持敏感和警惕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